歡迎大家收看喬林日誌 1 2 3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喬林日誌 今天喬林日誌又帶大家來新加坡的物落不斗 OK 今天主要想介紹兩個新加坡的美食 它是傳統美食喔 而且它得了2019年的米其林料理的鑒賞 那我們就帶大家去吧 它從MRT這邊出來 在正對面 這邊有個208B的Hawker Center 那我們就Let's go 然後它在這邊 首先找第一家是一支十九的G Quay 一支十九 跟一支五十八 一支十九 一支十九 二十七、二十八 十九在這裡嗎 一支十九 一支十九 三十二一 啊 找到了 就是這家 耶嘿嘿 好 它是兩個一塊錢 四個兩塊 然後它是開到晚上八點 六連慢到八點 六連慢到八點 現在要是二點四點 喔 對不起 對不起 十幾二八 七點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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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囉 不光顧 謝謝 好了我把買個冰箱快樂 然後我們要找五十八 今天是來這個Hotel Center 要找一隻五十八 五十八 這邊還有洗手間 一隻五十八五十二 這家好多人喔 找到了 這個 湖海咖哩雞麵 還有米粉 要米粉還是雞 拿一個好 米粉嗎 好 你要嗎 那要四塊五塊六塊 那我吃一個四塊的好了 哈囉 還沒好 還沒好 快得了新加坡BEST FOOD 耶 我們要開箱追貴 米其林料理 上面有菜脯跟辣椒喔 讚讚的 好啦開吃 戳下去吧 千一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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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根本把蘿蔔弄掉 好了啦 好我今天點了一個咖哩雞麵粉 四塊錢的小的 因為我剛剛已經吃了G粿了 好他的營業時間是9點 早上9點到晚上的12點 謝謝 對 你聽說四塊錢就很大的耶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綿洗餐具 兩個湯匙 OK Yoo 它雞是用雞胸肉 然後有米粉 它米粉是偏細的那種米粉 它有豆皮 哇哦 好沾沾的 這樣四塊錢耶 很大碗耶 好 我先吃它一口米粉 米其林一星 它米粉好像台灣的新竹米粉 那種 分明的感覺 然後感覺很順口 它米粉很好吃耶 然後有那種 稍微Q彈Q彈的感覺 然後現在吃一口這個 豆皮 它豆皮是已經在咖哩汁浸很久 所以它那種 吸滿滿飽飽的湯汁的那種感覺 然後本身咖哩汁 我覺得還好 不會到很辣 然後它是那種 東南亞的那種咖哩 就是符合新加坡馬來西亞口味的那種咖哩 然後最後再吃這個 這個是雞胸肉 它金纖維的感覺 它蠻好吃的耶 然後嫩嫩的 不會到很柴 然後濕濕的感覺 然後很多都 有糖 然後 然後它裡面還有 唯一一塊 在哪裡呢 馬鈴薯在哪裡 它馬鈴薯是先煮過 然後再撈起來 所以它馬鈴薯不會融到湯裡面 它好吃喔 這馬鈴薯 然後它米粉它裡面還有這個 豆芽菜 會增加它的米粉的那種 酥脆酥脆的感覺 但是如果要打分數的話 一到十塊我給8點5分 給大家做參考囉 讚讚的 吃完米粉再吃黑丸冷仙草 鼓溜鼓溜的效果 好鼓溜喔 這地震吧 我現在到新加坡的黑丸冷仙草 黑丸冷仙草 你看它英文都是黑 都是英文 英文就是黑色 連英文都黑色耶 黑丸冷仙草 這是台灣味喔 台灣的偶遺 我點了這個是招牌 給大家看一下招牌有什麼料 招牌是紅豆 然後這個是珍珠 然後這個是玉丸 然後這個是芋頭 然後這個叫什麼 綠豆什麼 這個是 一個叫綠豆粿嗎 然後這個是仙草 然後底下我們是點這個 冰 黑糖冰 仙草冰 黑糖仙草冰 對 好啦我們要開動了 它今天店裡面在洗冷氣 所以我們今天才 坐到邊邊來 restaurants 很多 新加坡很熱誒 然後吃這個剛剛好 吃?? 他紅豆好像熬很久耶 他為什麼還 磕磕磯磯磯磯磯磯 他仙草拉不斷耶 還有嫩性 然後再來 跟開胃蓋 表情絲 跟一幫講 開胃蓋 妳有加奶精嗎?今天 好吃囉 他還要可以這個 可以加奶精 加奶精 然後再把它攪拌一下 這樣可以吃兩種口味 加碗奶精 湯匙變白白了 加碗奶精好吃了 加碗奶精 好吃到說不出來的味道 這個就是濕香味了 怎麼辦 回去這裡 會不會太多人 會不會太多人 還是沒有入口 會不會太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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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做到 好嗎 它珍珠好難咬喔 好硬喔 有幾乎 喔 唉 鳳凰 小龍 對 大龍 神會 大龍 無外 幾 Better 我們切麵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讚 按訂閱 按分享喔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有影片上傳會在第一時間通知你喔 請去 trying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